记者吴俊峰台南报道,国道一号台南仍得断发生大货车爆胎酿锥撞,翻覆意外,造成严重回堵,王姓男子驾驶的货柜车改道平面道路,却为注意车身高度,在台39线高铁桥下道路撞断线高门架,一度造成塞车,索性没有人员受伤,虚惊一场。 台39线的桥下道路在进入高铁台南站时,有4.1公尺的线高门架,王姓男子开住货柜车直接通过,梦立一撞,门架应声断裂,卡在货柜车上,归人警方货报随即赶往处理。 王姓驾驶工称,他要去高雄,因为中山高发生车祸,塞车超过3小时,就改走平面道路,要从台39线往南,没想到却照火,王姓驾驶也向警方说,他是第一次开台39线南下,之前都一路顺畅,所以并未注意进站前有高度限制。 而门架被撞的损失,也将由王楠赔偿给高铁。 相关新闻,httpnews.ltn.com,TW News Society Breaking News 2509204